颜色配不对 穿搭全白费 今天依旧是我们的配色分享 拿的是我们夏天经常穿的这种粉色T恤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粉色T恤有多少种穿搭的可能性 就是把我们的包包 还有我们的下半身都给大家组合好了 你们记得节目保存 第一个就是粉色加灰色加一点点红 但是这个粉其实有一点点发萤光 所以它非常适合跟这种颜色比较深的灰色搭一块 因为这种颜色搭那种深色就会有点老气 但搭这种桃粉色 它会显得比较年轻跟稳重 这一身的话 其实可以用一个比较红色的包去提亮 整一套下半身很稳重 但上半身又很轻盈 接下来就是粉咖宗 这三个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转机的颜色 也很适合小个子 当你觉得上半身特别亮的时候 下半身都用大地色系 会让你整一套非常的用屁股味 所以包包跟裤子可以选择同一个颜色 直接搭一个小白鞋就很好看 接下来就是郁金香配色 又是我们的植物配色 这两颜色是那种非常美好又活力的颜色 但这两个搭在一起的话就会感觉太艳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带有一点点灰度的那种奶昔白 或者是班周灰这种颜色 跟它搭一块 它就会在跳脱的里面带有一点点稳重 接下来就是粉色加粉色的同色系印花加班周灰 那种特别漂亮的印花 搭衬衫感觉有点神熟 其实就可以直接换同个颜色的那种T恤 会简化它的那种成熟感 那在这种本身就很花燥的搭配上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用这种大地色系 或者是这种没有色相的颜色跟它搭一块 就会很好看 接下来就是粉色加白色加美红色 其实这个色相一般正常来说 还是一样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用蓝色 去做包包的提亮或者是白色 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搭配 一样是那种细节中带有一点点很讲究的感觉 你可以选择的包包就是跟衣服同一个颜色 但是要有深浅 这样也是一个同色系的搭配 接下来就是粉色加酒红色加草编织的元素 都可以选择那种就是编织包 然后带一个草帽穿上两鞋 你看这个是不是出去沙滩的时候就很出便 接下来是粉红色加粉蓝色加黑白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配色很像棉花糖的配色 但是因为你看上面有点太嫩了下面也很嫩 中间其实可以用黑白的单品去过度 黑白的腰带很少我们就可以用这种丝巾 你看它这一套就很好看 如果有些女生有同个元素类型的包 你们就可以背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换白色的包也会很好看